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有两个提案 其中就包括了换党主席啦 或者是其他不一样的提案啦 但好像看起来要成案的机会也不高 所以本来是一天变成缩成半天的这样子的全代会 大概在党内也很难掀起什么太大的波澜 不过现在似乎是不是已经所谓在野整合 在野合作或者是非绿大联盟 是不是真的成为氛围了呢 跟一开始罗志强提起来一个所谓政党轮替大联盟 就被大家哇 围剿 打成猪头 是不是气氛在改变 有一份最新的民调 我们刚好今天早上一早 他们是八点钟要公布 我替很多先拿到了这个数字 再度是风颤传媒他的分析民调 我给你手上有一份 就是告诉大家说 2020总统大选民调 现在最新如果是赖清德 侯友宜 柯文哲 三个人的民调 目前赖清德30.2 柯文哲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数字的引入上的话 柯文哲是25.4 侯友宜调到了15.3 而如果郭台铭独立参选戏卡都的话 那么郭台铭14.4 侯友宜12.4 我觉得你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民调 他的问法 就是说你觉不觉得你赞不赞成 非执政党组成在野联盟 在2024总统大选时 推出一组候选人 这个加一加非常赞成有21.4 赞成有38.5 几乎已经将近六成的比例是赞成的 当然后面就有其他几题 就是说如果他们合作组合支持 哪一组人当圣当父 我想这个可以后话再谈 但是不是代表包括今天中时 还有很多的分析里头 包括赵春山教授所提的意见 是不是所谓的非律或者是在野合作 已经成为主流 当然是 在台湾现在应该至少有六成的民众 希望政党轮替下架民进党 很多人对于民进党的胡作非为 真的已经到不忍忍受的程度 好 那现在重点在于说 想下架民进党要打败赖清德 要怎么去做 才能够达到下架民进党的目标 好 那么努力了三个礼拜 总算现在非律联盟 或者叫在野联盟整合的方案 总算大家开始在谈了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但是就谈判的专业来说 或就谈判的实务来说 谈判的概念很重要 整合概念很重要 但是整合的运作跟细节 跟方式更为重要 打个比方吧 当年强秦押进 然后当时的六国都希望联合起来 也就是在野联盟 好 那在野联盟要怎么去运作 它才能形成一个合作的整体 整合的整体 最后把秦国给押住 打败了秦国 逼着秦国 十五年不敢出韩国关 这是一个历史上的经验 其中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苏秦 苏秦当时担任了六国 在野联盟的 或者叫做非秦联盟的合众长 就是我们今天的术语叫统枯 那么苏秦呢 要做统枯 他在六国里面 他叫一一说服 所以谈判的顺序 非常的重要 我不客气的讲 罗志强的概念 非常的好 跟我一样 但是罗志强毕竟不是专业谈判的 所以罗志强一开始 他所谓的整合方案 他叫做在野联盟整合方案 或政党轮替的整合方案 他先找了国民党 你叫国民党自称百年政党 那国民党是老大心态 任何的整合案 进了国民党的大宅门 国民党那种封建老大的心理就出来了 我国民党一定要做头 我做政 国民党的整合就是 你们全部整合到我麾下 都听我号令 这个叫整合 国民党的团结 就是都团结到国民党里面 这个叫团结 可是问题现实情况非常残酷啊 国民党现在的侯友宜 他不仅是排第三 甚至在四角都的时候排第四 而且他的民调 即使金小刀出来整顿 他的民调数据 还是在节节下跌 没有改善的迹象 而且甚至国民党内 因为金小刀刀口向内 使国民党的情势更乱 所以当罗志强把这么好的一个整合方案 去跟国民党谈的时候 他笃定触交 所以这个案子要怎么谈呢 我现在先谈 谁可以扮演 当年书情做合众长 做统窟的人是谁 我认为 我心中认为 我的建议 当然也没问过韩国瑜 我也不知道韩国瑜的意愿 我认为韩国瑜担任 合众长统窟 是最合适不过的 有人就说 我原来不是赞成韩国瑜也加入 变成 非力联盟里面四个人 然后比做民调吗 再初选吗 也可以 如果韩国瑜有意愿 我当然很希望 韩国瑜 再出来打一仗 而且我认为四个人 比民调的话 有可能韩国瑜是最高的 但是我们不能去随便的 因为不了解韩国瑜意愿 我认为韩国瑜还有一个角色 是可以考量的 而且我认为这个角色 非韩国瑜不可 就是担任当年抒情的 合众长的角色 做统窟的角色 如果由韩国瑜来谈 那第一个找谁谈 第一个找国民党谈 我说过了 罗志强试过了 笃定失败 加上国民党现在 又有一个 头脑老旧封建的朱立伦 再加上一个 不知进退 只知道乱同小刀的金小刀 所以找国民党谈 是绝对失败的 第一个找谁谈 找郭台铭谈 为什么我认为 第一个找郭台铭谈呢 郭台铭啊 受高人指点 这一次 在整个的 选竞选的策略上 他采取的叫 模糊策略 也就是所有的竞选的动作 他都做主 可是嘴巴就是不宣布参选 这是有郭台铭的 郭台铭的目标 目的的 类参选 类参选 对 因为这么做的话 如果国民党中央要寄出 所谓的进郭条款 失出无名 如果金小刀搞出来 毁郭计划 会受到舆论的踏伐 因为你郭台铭 还没有宣布参选 所以郭台铭跟国民党 各地方选立委的小鸡 互动 国民党 没有理由去阻止 至少台面上 不敢对这些小鸡说 你们跟郭台铭同框出现 我就要开除你党籍 取消你提名资格 这也是许晓星的策略 对的 没错 许晓星就是如此 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 那郭台铭跟各地方的县市长 政府议长 议员 国民党的公职 甚至前任党部的主委 就互动的时候 这些主委 这些县市长 政府议长 议员 也不能拒绝啊 因为郭台铭没有宣布参选啊 谁能说郭台铭一定会参选呢 所以到现在为止 郭台铭仍然是国民党 最重要的资产 所以 浅修说对了 这个叫内参选 可是这个内参选 要一直撑到九月底 十月 说实话 一般人没这个耐性 郭台铭的支持者 也会不赖 所以郭台铭的支持度 就会随着时间的过去 这时候 他的模糊策略 就会开高走低 最后的民调 就会低回各位数 甚至被边缘化 所以郭台铭其实心里很急 你不要看郭台铭 满脸笑容 意气风花 其实郭台铭的心里是急的 可是如果说 你今天要郭台铭来参加 菲律联盟来整合 然后 由韩国瑜做策略长 合纵长 由韩国瑜担任统窟 那这时候对郭台铭 等于帮他解套啊 等于郭台铭就解套了 因为他就没有所谓 什么时候宣布独立参选的问题 我已经加入了 菲律整合的平台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嘛 两个月后 九月底 这时候所有菲律平台的人 这时候进行电视辩论 然后公平公正公开的民调 决定谁是最后的参与者嘛 所以等于帮郭台铭解套啊 他有个台阶啊 好 那如果郭台铭同意 那韩国瑜又担任统窟 昨天在上你节目的时候 柯文哲 他说我这个构想 逻辑上是对的 但是环境 他就模模糊糊糊的扯了半天 对了 好 其实啊 他心里也是慌的 因为只要郭台铭跟韩国瑜 都同意这个联盟 都在这个联盟里面 虽然我说过韩国瑜可能是直接进入这个联盟平台 做参与者 也可以是最好的就是做统窟 做抒情当年的角色合作长 这时候柯文哲敢不参加这一个非力联盟整合的平台吗 他如果不参加的话 那就破坏整合啊 整合是目前社会上大家酒汉逢甘霖 大汉这望云尼的棋盘嘛 他敢不参加吗 他不参加的话 那在柯文哲支持群里面的郭粉 韩粉就会弃他而去 他就会回归到平台啊 回归到韩 回归到郭 这时候柯文哲的支持度 就会大幅度下跌 我估计嘛 如果依照今天出来的风采民调 郭台铭扫说独立参选之后 会拿掉柯文哲五到六%的支持度 那如果是非力整合的平台 那更是名正言顺 师出有名 那拿走柯文哲的可能就是六到八% 再加上韩粉呢 韩粉也离开了柯文哲的支持群啊 那柯文哲一口气掉的 可能就十个百分点以上 柯文哲若掉了十个百分点 他这一局就输掉了 而柯文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怎么可能会不加入 非力联盟的整合呢 因为加入等于一条活路啊 而且柯文哲是一个 其实内心很骄傲的人 聪明啊 聪明又骄傲的人 他认为如果他今天 以今天他的气势 以他的条件 他认为最后 非力联盟整合的时候 电视辩论 他认为绝对不会输给其他人 然后民调 他很可能拔得头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柯文哲就会同意 等到郭台铭 柯文哲都加入 韩国瑜担任统枯 或者韩国瑜愿意做参与者 三个人都加入 那一个封建老旧 大宅门的国民党 你能够不加入吗 你不加入 那就成为社会的公敌 代表说 这不是你朱立伦一早提的 第三阶段 非力联盟的整合吗 好 那现在非力整合 只差了一步之遥 因为柯文哲同意了 郭台铭同意了 韩国瑜也作为统枯了 你这时候如果 国民党还抗拒 那就代表 你朱立伦那时候讲的三阶段 你朱立伦讲的 所谓的非力联盟整合 都是骗人的 那就证明 你确实在拔拍掉 这时候 国民党就跟师储有名呢 就可以提出五一七真相调查委员会 对不对 然后里面就证明你要做鬼 为什么 那时候朱立伦跟黄建廷 不是一直口口声声讲 有三阶段吗 有非力联盟整合吗 那现在都整合到最后 只差你这一咖国民党 你还拒绝加入 那这时候 你国民党讲的过去吗 那朱立伦就可能面临一个 风雨飘摇的局面 但是我是个善良的人 所以我认为说 两个多月 让大家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嘛 九月底办一场到两场的电视辩论 然后十月初 民调就定案了嘛 那只要十一月二十号以前 中选会登记以前 整合完成 那就是吴子嘉说的 最后一组人马 候选人马出来 我跟你讲 蔡英文躲在他的总统府里哭 瑟瑟发抖 对 然后赖清德也不必选了 这时候下架民进党 就不是梦 而是个目标 所以我才说 其实 菲律联盟整合概念 大家现在同意了 我今天第一次讲细节 这个细节怎么运作 他必须有个德高望重 让大家服气 让大家感动的人 他来扮演当年抒情 合众长的角色 就是今天所说的统哭的角色 我的私底下认为 我认为韩国瑜 担任这个角色最好 因为韩国瑜本身 他也觉得 他如果投入了参选 他觉得又等于 躺了一个政治浑水 或者怎么样 我们也不要消费韩国瑜 看韩国瑜的意愿 据我所知道 他当然要由他自己来表达意愿 但至少他不是一个 想要继续再来争位子的人 这个是我比较能够肯定的 我非常赞成浅秋的看法 我认为韩国瑜 在我这几年来细细的观察 韩国瑜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 他是一个为大局着想的人 也因为如此 所以韩国瑜才提到夜席的 等待号令一响 什么是号令 号令一响 这个号令一响 其实就是非力联盟大整合 非力联 只有非力联盟大整合 才有下加民进党的可能 否则以民进党是执政党 背后有美国撑着 然后他又最会善用行政资源 政策买票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大家单打独斗 相互施咬 要打败民进党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人出来登高一呼 我觉得韩国瑜扮演这个角色 是最好的 我们还是得进一下广告 广告之前其实昨天 柯文哲市长他所松口谈到的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善意 我认为 他说再拖一两个月 所谓在野整合的话 就有可能状况不一样 各种机会会跑出来 所以能不能成功 除了要看环境 就很有可能水到渠成 这刚刚邱义委员提出来 是不是可能是一个方案呢 大家思考看看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关心国事 谢谢苏鸿哲给我们赌内 他说浅秋姐姐 他是科粉 昨天阿伯专访 释出很多善意 韩先生会接收得到吗 昨天韩先生有跟我说 他收到 他有看完全程的节目了 这是我确定 他有看完节目了 然后同时刚好 我就顺着这个话题讲 昨天有一则 叫做胡桥色 这个我不知道是谁 写的文章 是韩先生叫我 来特别帮他澄清一下 就是说 什么徒子为何不挺汉子 首先他没有不挺 再来他里头还讲到说 什么他曾经跟党中央表达 他对于罗志强如何的有意见 争各种 不管桃园或立委的选举 这个完全他认为是 见缝插针 只居无有 基本上他之前还去帮了 好几次罗志强去站台 不管是初选或是其他的 所以这种文章 我想都是恶意的目的比较大 所以他澄清绝对没有这回事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也帮韩市长 很有我的本分的分寸 除非他特别希望我讲 否则我不会帮他讲 多讲他没有 没有 还时间有没有要到 有没有要表达 由他来决定 好不好 另外一个斗内进来了吗 司马懿说 这个待会儿我来回答你 对不起 还有一个 来讲经小刀了 好不好 戏指王小姐 浅秋 跟你一起 轻松聊新闻 现在到8点26分 欢迎回来撞宣网 千秋万事 最近 大家 升 蓝军 或在野党 都很焦虑 我不管走到哪里 我都会碰到 连路边走到哪里 这个民众 都会拉着我 忧心忡忡 因为 大家都有个前提 觉得现在我们的国家 整个大震 各方面 尤其是真的 兵凶站为这一块 经济生活 民生议题 都太糟糕了 他们大家的共识 都是那怎么办 在野党能做什么 刚刚 邱义委员这段时间以来 提出了他的一个看法 跟解放 我所知道的是 甚至有其他人 也已经在传说 类似的主张 也去跟国台明先生 表达了意见 他虽然不置可否 没有表达 是不是真的要这样接受 但据说他是 没有反对的 所以现在这个 类参选的概念 是不是接下来 先内部几个人 不要再互打 然后各自努力之后 接下来看看 秦氏的发展 对 浅秋刚才说的 我非常赞成 柯文哲是一个 非常有智慧 而且聪明的人 他自己一定盘算过 也精算过 要怎么去运作 我提出两个月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其实柯文哲 昨天提到的两个月 水到渠成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柯文哲 为什么第一句就断言 他说我这个构想 逻辑上是对的 但是因为柯文哲 还没有听过我的 实际的操作的内涵 所以他认为环境因素 还是得考量 因为以前罗志祥 失败过一次 那我今天提出来的重点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重点 就是要找到一个最适合的人 担任统哲的角色 也就是抒情的合众长的角色 第二个 整个谈的顺序 第一个要说服郭台铭 郭台铭同意了 那第二个 因为有郭跟韩 所以柯就容易谈了 所以第二个队 说服柯 然后柯若同意了 那这时候郭 韩 柯都同意 国民党在老大 也不得不点头 这就是他基本上这个顺序 这个顺序不能违背 这个顺序一违背 整个非力联盟的整合 就会流于失败 好 第三个 浅秋刚才已经先帮我说了 在这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的两个月 甚至两个月之后 电视辩论在公开场合 大家各书己见 相互较劲 但是不要玩暗黑手段 因为我最近发现 金小刀进到侯友宜的进办以后 他完全表现出来 跟侯友宜那种老实的性格 完全不一样 相对敦厚 对 侯友宜基本 你说他口才不好 表达能力差一点 可是侯友宜毕竟是个英雄人物啊 他是过去办过很多刑事案件的英雄人物啊 他口才不好 更显示他是老实实干的人 敦厚的人 对 可是你今天 如果金普松进来 有那么高的杀伐之气 而且弄了那么多的网军到处乱骂人 到处抹黑人 那就是破坏非力联盟整合的气氛嘛 这个就是必须天下共踏法制 好 所以我认为 这一个我所说的跟柯P所说的两个月 我说的是两个月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两个月之后以民调整合 那柯P提的是两个月后水到渠成 那如果说照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有个环境因素 就是两个月内 甚至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不能够大家相互攻击 相互撕咬了 所以怎么毁谁打谁灭谁 的那些计划都可以明金收兵了 别再搞了 搞了这个东西 其实就等于护航赖清德 就等于保护民进党 因为你等于削弱了 在野联盟整合的力量 那对朱立伦来说 我也呼吁他 你朱立伦就应该 要拿出你的承诺吧 因为我今天所讲的大概链 都是你朱立伦提出来的 三阶段论啊 非力联盟整合论啊 不都是你朱立伦的吗 若朱立伦去支持这样的一个构想 在这样的操作内涵下往前迈进 最后下架民进党 朱立伦在历史上面 他一定留下美名嘛 就不会像现在 心里觉得很窝囊 很委屈 他觉得他为国民党立下了很多的功劳 为什么得不到民调的青睐呢 我认为 这个方案是多赢的方案 但是里面金普聪的角色 我认为是可能会对这一个非力联盟的运作 产生破坏的一个角色 教春山老师来我们节目上 他讲了一个概念跟重点 就是说马金体制并不代表是 这次马英九先生到侯伴是马的意思 或者是说现在金的一些做法 马先生也不见得同意 当然是祝福在这个选战加入 有他的元素再能够打得更好一些 可是他也是不赞成 有包括用刀砍向自己的同事 这种概念在其中 这个是代表的一种切割吗 我觉得是还蛮明确的 我觉得赵春山教授 在这个时间点出来 而且明白的是 赵春山教授这一次出来 进行所谓的切割或澄清或说明 基本上是马伴希望他做的 而马伴当然 萧俱成的背后就是马英九 所以就赵春山的这个说法来说 你说是切割也好 说是澄清也好 马是一个温良公俭浪的人 马当然不希望金小刀 这时候把他的生锈的刀 挥向国民党的党内 乱统党内同志 破坏团结 以现在的情况 是一个下架民进党 打败赖清德最好最好的机会 什么时候台湾出现了 民怨沸腾 六成的人要下架民进党 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 怎么可以放过呢 好 无独有偶 就在赵春山出来说话的 澄清的同一天 王上志不是在中国时报 写了一篇文章 说要大家注意金小刀背后的刀 王上志是谁 王上志跟马英九的关系 大家也知道 他应该跟马英九的关系 是非常好的一位资深的媒体人 那王上志在里面讲得很不客气 甚至对金的很多的做法 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甚至产生了高度的质疑 那为什么在同一天 无独有偶 出现了赵春山的澄清 切割 以及王上志的批判 这都代表了 连马英九都看不下去了 你这么的做法 就是破坏整合 就是破坏团结 就是破坏合作 你这样的做法 就是把可以下架民进党的目标 你白白的葬送掉 所以王上志在他的专论里面 他最后还提出来 他就会怀疑 这样金小刀战的做法 就是在护航赖清德 就是帮助赖清德 躺着就当选 我们今天要怎么打败赖清德 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 大家一起用大家共同的智慧 跟头脑跟努力 来达成这个目标 这才是重点 我认为用非律联盟整合的平台 这是一个能够集 所有希望 下架民进党的 在野的力量 一个最好的方式 但是谁扮演这个统窟 是非常重要的 我最后还是期盼 还是呼吁 韩国瑜是不是能够扮演 这一个最重要 而且在历史上面 一定可以留下丰硕美名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当中到底怎么样是可以让大家更合作 怎么样是让大家更分裂 其实观察一下 先不要被带风向 大家可以有一些资讯的判断 看得出来 那我至少可以看得出来 赵春山教授所提出来 他甚至提出来的联合白皮书的概念 也就是说 他是学者 他是研究两岸 两岸政策 甚至整个国家大政的这样子一个学者 他认为应该以价值 就像昨天柯文哲讲的一样 以价值而会理念为大家合作的前提 而不是 你分一个 几个不分区 我几个分区 不是以分位子 而应该是在理念相合的情况之下 所以赵春山教授才会提 联合白皮书 那大家在证件上 告诉民众说 我们为了要想让大家更好 所以节长不短 这个是他提出来 他说他跟每一位在野领袖 都是提这样的想法 我非常赞成 而且赵春山提 联合白皮书 是有经验可循的 2004年 不是国民党 亲民党合作吗 共推连宋组合 那个时候就形成了 双方之间整合的机制 但是黄珊珊就说 哪有什么连宋和国亲和 根本就是亲民党被灭了 那是后来的结果 那是后来的结果 可是当时候运作的时候 因为黄珊珊那时候年纪还轻 所以黄珊那时候还没有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 我当时是直接 例如说当时的交通建设组 是由陈世奇担任总造集人 我是副总造集人 可是呢 我们共同提出了联合的 一样提出联合的政策白皮书 而连战的本身也非常关心 联合白皮书运作的过程 而且连战当时也做到什么 当时国民党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啊 那时候国民党做老大是可以的 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既领先又有资源 加上连战又豁然大度 而且连战在整个 这个整合机制的 国亲联盟的整合机制平台里面 他对于几个亲民党的人 非常非常的好 尤其对我特别好 还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宋楚瑜吃醋 说我的心导向连战 而不是他 所以才引发我后来的退党的风波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说基本上我认为做领导人的人 我也要呼吁朱立伦 学学当年的连战 豁然大度 不要太计较个人得失 而且切记 不要走向刚才浅秋说的政治分章 如果大家谈的都是 哎呀我们怎么分立委的席位了 那就很容易被别人批评 你就是 你就是现在在野联盟的平台 就是一个政治分章的平台 那就把你原来想要下架民进党 造福台湾人民福祉的美意 把它给打折扣了 所以我认为 就是说这个运作 这个方向是绝对对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 跟2004年国清之间的 整合平台是有所不同 我们仍然必须做修正 所以赵春山教授 在国外这个是非常有多潜力 可以做参考的模式 我先把一个斗内念完 然后大家待会进行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来谈 包括美国的问题 司马懿的斗内是说 昨天访问科僻过程当中 不看主持人眼睛眨在头上 没礼貌 可是我觉得这种是小知小结 因为他是个人的习惯 他的确不太习惯看人 但他在听你的问题 他也针对问题都回答了 所以就像这次 如果不管要谈合作 要谈干嘛的事情 这些小知小结真的不重要 个人的恩怨情仇真的不重要 那个是大是大非 还有整个大格局上 对于台湾来讲 到底怎么样才重要 对民众来讲 什么才是好的 这件事比较重要 那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不是很重要 但谢谢你帮我们说话 接下来我们待会 广告回来来谈 昨天这个议题 我们节目上也聊了 但是只稍微带了一下 就是川普在一个专访里头 这可是过去蔡英文政府最挺的 选前没有人家国外政府 在表态相挺 只有蔡英文政府 我们那时候怎么挺川普 川普落选之后 还一副完了完了这样 赶快换别人大腿 结果现在川普居然在受访里面 直接批评说 早就应该要阻止台湾 是台湾把半导体 这个工作全部抢光光了 要把台湾加以管制 甚至要类似封锁吗 要向台湾瞌睡吗 其实随着这个 美国的总统大选脚步越来越紧 拿着台湾当类似筹码 不也是如此 包括赖清德 现在要过境 要到美国去的时候 必然被冷带 这也是拜登的选战策略 可能会有的后续效应 我们休息一下 请委员来帮我们分析 好的 谢谢大家 今天情况怎么样 在线今天有四四八五八人 快要五千人了 昨天柯P好像七千多个八千 柯P厉害啊 柯P本身 她的她的人气 她的智慧 其实在昨天你的访问中表露无遗 她不但是可以直球对决 她也很会闪躲 只是她突然讲出来 我指甲讲的那么白 我就觉得你是没想要合作了吗 她就是这一点直白 让人家会觉得说 对了有时候会得罪人 但是有时候就会让人觉得原来就是直白 所以比较会觉得 可是直白年轻人喜欢 对啊就觉得她好像比较面对问题 不要皮笑漏不笑吧 也就是不要像日本日本人的五类五体 有理五体 因为其实我真的最近 美国那边来的大选的关系 有接触一些人嘛 所以这些朋友还有维持着资讯的管道 听到好多消息 其实好忧心哦 很怕他们到时候拿台湾来当筹码 然后美国方面 对对对 人造的危险 所以郭台铭不是在华盛顿邮报里面的里面一句话 不要对美国的依赖变成不健康的依赖 其实美国对这个投出非常的负面看待 聊新闻 先来到8点41分 节目最后一段 在邱毅委员刚刚提出来很多的看法之后 大家的思考怎么样了 但是其实除了我们内在的环境之外 外部更严重影响台湾这次选举 其中美国绝对是关键的因素 昨天看到川普直接在访问里面 拿台湾来当作祭旗吗 他居然批评说 美国早就要跟台湾科关税 台湾半导体的工作是 把美国工作机会都抢走 这是因为本末导致 我们不是也都过去了吗 工厂应该以成本不符 也都配合美国的需要了 而这一次赖清德 8月份准备要到美国去过境 目前所得到的消息 拜登政府都是希望低调 低调处理之规格可能低 可是他如果真的要更高调 反而要搞更多的花样的时候 其实那就其实也蛮危险 要把它变成是一个战时总统这样的规模吗 来让他的选情可以有所刺激 这个都是台湾最大风险的事情 怎么看 其实这个事件是大家要重视的 也就是台湾的大选的背后 有没有一只美国的黑手 在操控的 在溶造着台湾的大选 郭台铭在华盛顿邮报的投书里面 有一个重点是大家比较没有讨论的 大家都在讨论 郭台铭说的要在一中框架里面 赶快跟大陆进行直接的谈判 来保障台湾的和平 台海的和平与安全跟稳定 但是大家都忽略了 郭台铭 还有一句话 台湾不要对美国产生不健康的依赖 什么叫做不健康的依赖 就是这一种对美国的依赖 带了很多的幻想 带了很多的政治的权谋 带了很多个人利益的考量 甚至等于在出卖台湾的利益 我们就半导体产业这一块来说 蔡英文不是讲吗 台积电是护国神山 半导体产业是台湾最关键的产业 我们很难想象 半导体产业如果垮了 台积电垮了 台湾的经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惨状 可是从拜登谈到川普 我把它稍微做一点归纳 在拜登的做法里面 他等于在强迫台积电到美国亚利桑那州 去做投资 而且投资的金额不断的加码 而且你生产的晶片 也不断的高级化 精细化 但是问题是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 他所面临的是成本大幅度的提高 他所面临的是水土不服 各种的补助根本是杯水车薪 对 而且不但是你建厂的成本提高了 你当地的劳工的使用 对台积电都是一大威胁 那从台湾过去的 跟你在美国本地的 基本上变成是一公司两制 你会打击台湾过去的这些人才的 他们的的斗志 他们的情绪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台积电不利的事情 为什么台积电还要做呢 那除了美国直接给台积电的压力以外 那还包含了 美国联合执政的蔡英文当局 逼迫台积电非做不可 台积电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好 即使台积电做到如此程度 还要被嫌 对 美国还有国会议员 退休官员 智库学者不断的发表 一旦他还有战争 就要炸掉台积电 就要炸掉台积电 就等于毁到台湾 你看到蔡英文当局 有任何一句谴责吗 今天包括陈建仁外交部都在一些媒体的询问底下 一致违罚 就完全不愿意对像川普啊 讲台湾怎么抢走半导体工作 做任何的评论 好 不敢讲话 那你现在川普 现在是一届平民 而你川普是想投入 美国的大选 当然他现在支持度很高 他极可能东山再起 他也可能成为美国下一任的新的总统 可是他对于台积电的说法 他怎么说啊 他说台积电抢走了美国晶片生产的利益 他说基本上还胡说八道 资料也不搞清楚 就说台积电抢走了美国90%的晶片的生产 马上主持人还纠正他 说不是这个样子的 台积电90%指的是那种高级精细的晶片 而不是一般的晶片 先进制成 对 所以基本上 美国是需要台积电的 当然 美国是依赖台积电的 这个晶片的生产与研制啊 好 你今天川普提出来这句话 其实就是把台湾踩在脚底下嘛 你不把台湾当一回事嘛 然后妄言 说要对台积电课高关税 来抵制台积电 你不觉得这就是美国的心态啊 问题是美国为什么会有这个心态 人必自入 而后人无之嘛 你今天如果台湾的猜文当局 你不是抱紧美国的大腿 对美国的予取予求 你一概接受 你知道台湾的财政 以前在连战的时候多么的健全 那时候处理台湾财政的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韦端 叫韦伯 现在改名叫韦伯涛 他跟我住在隔壁楼 对 可是呢 那时候的财政健全 到现在的银丝卯粮 在台高足 这不就是被你美国不断的掏空 被你美国榨干的结果吗 你美国什么时候把台湾 当成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呢 命运共同体呢 你美国基本上卖给台湾的任何的东西 包含武器 你不都把台湾当成冤大头凯子吗 你美国有毒的莱猪 你不知道有毒吗 莱猪 莱牛 他一样要强迫你台湾人吃啊 你美国人不吃 就逼迫你台湾人吃啊 美国为什么有这样的态度 首先要问问台湾的执政当局 你台湾执政当局 自我作践嘛 因为你自我作践 你对美国悲空屈膝 美国怎么看得起你 好 那回过头来了 我们要下架民进党 这也是其中一个理由 但是要下架民进党 帮助侯友宜 他的选情加分 我觉得有很多很好的方法 例如美国AIT 美国AIT本来已经6.5公顷 内服新管 现在又要2.7公顷 合在一起9.2公顷 美国一个AIT 600名员工 需要这么大的土地吗 你到底要搞什么 白宫有多大 白宫是7.3公顷 美国在北京的大使馆 才5点多公顷 为什么台湾 美国在台协会 在台湾的台北市寸土市金的精华区 要搞出将近10公顷的一个AIT的办事处 AIT的新管 你给附近的居民 他们就表达了 他们都不要啊 他们严重抗议啊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题材 如果这时候金桥 他不是要打地吗 这就是个弊案啊 你为什么不对美国 痛批美国 如果今天侯有一个站出来 他选上总统以后 他绝对不给AIT这些土地 他也要去美国出房啊 所以啊 就是窝囊嘛 这个就是窝囊嘛 你自己窝囊 就难怪拜登川普 把你放在脚底下践踏 得了便宜又卖乖 所以要看看你自己 自己把隔拿出来嘛 有多少议题可以打 对美国议题可以打的 上次讲到的那个兵役的时间 好不容易侯友宜印了一次 说他选到总统 要恢复到四个月 这本来是加分的 而金小刀马上 在美国压力之下 跑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说还是维持一年 然后还把侯友宜卸了底 让大家觉得 侯友宜有了标准答案 都背不好 讲不全 说不对 你哪有这样的一个操盘手 哪有这样的一个执行长呢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 今天要下架民进党 有一件事一定要做 台湾自己要站起来 台湾自己要硬起来 美国这个国家 是一个标标准准 达尔文物尽天责的国家 比越软弱 美国越看扁你 美国越欺定你 但是我真的很客观讲 我们也不可能真的是单压一边 必须要在双边取得平衡 这样是真的才是真正的安全 所以如果真的有一方 要去一直去打美国 好像也不是那么必要 但必须有为有手 这是最基本的 要有一个底线存在 而不是像 像儿子一样的 随时听老爸的话 现在可是台湾处境是这样 几乎是予取予求 连武器啊 内容啊 都没有得挑 然后就随便配合的来办理 你就光看看这一次 如果要过境美国 你预期 侯友宜也要去啊 赖清德马上八月就要去 派了几波人 要去游说 希望规格可以提升一点啊 然后接下来 我所听到的是说 赖清德的阵营是说 如果我真的这些人见不到 只有一个拜托公平一点 那侯友宜也见不到 他就是把自己国家所代表的人 通通都贬低就好了 管你是什么代表谁 他不代表台湾 不代表中华民国 他代表就是他自己阵营的利益而已 那或者说 柯文哲现在也考虑说 还要评估第二次去访美嘛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展现是什么 台湾到底在这两边 美中台关系里面 要代表什么角色 还是到时候真的变成 美国国防部据说啦 据传闻 现在已经派一些核潜舰 往这个印太移动当中 然后到时候选举期间 是不是有一些别的考虑 那到时候真的有必要的时候 万一有了这种意外的兵凶站位的时候 美国会出手吗 他会出手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也不用太天真 郭台银在华盛顿邮报说的 不要对美国有不健康的依赖 美国就是要把台湾当成第二个乌克兰 要离台湾替美国打代理人战争 而美国基本上 他真的会派兵帮你打上吗 美国有派兵帮乌克兰打上吗 没有啊 乌克兰被打得稀巴烂 一片废墟 不知道要经过几十年 乌克兰才能够从废墟中复原 而台湾要成为第二个乌克兰吗 而美国要台湾打不对称作战的模式 要什么叫不对称作战 说白了 就是叫你打城市巷战 城市游击战 把整个台湾变成战场 把每一个台湾人民 变成是战争里面的参与者 变成炮灰 台湾人要吗 这就是郭台铭讲的叫做不健康的依赖嘛 你不要对美国有不健康的依赖 台湾对美国没有错 要有为有守 台湾既要跟美国做朋友 但是你也不能没有尊严的抱住美国大腿 让美国随意的践踏你的尊严 例如我讲AIT新管就这个样子 来猪来牛不就这个样子吗 所以这些都是历历在目 再加上例如说最近不是传言 这个联合报所登的 就说美国逼迫台湾 要在台湾成立新型的批破的实验室 生物战技的实验室 他都秀出公文秀出会议记录了 对然后你民进党只会用恐吓媒体的方式 哎呀告联合报啦 要把联合报停牌啦等等 你敢不敢直接出来说 他们都还真否认 还做梗图否认说假新闻 人家会议就都拿出来 就你苏贞昌主持的会议 通通都写在上面 人词地物试 全部都有 连公文都有 你还否认 他就骗老百姓听不懂看不懂 所以说这个就是窝囊嘛 这个就是不健康的依赖 这个就是逃攻台湾的做法 这跟加强了 我们非得要下架民进党不可 所以我才那么急啊 我希望说既然要下架民进党 再不赶快下架民进党 台湾真的就是向下沉沦 到最后我们要做第二个乌克兰 真的不是开玩笑 2024可能真的是战争跟和平的选择 我先念一个超级留言 斗内是陆佩黎给我们斗内 他的意思是说 不要再吃韩国鱼的豆腐 韩国鱼不是圣人啊 就是他对于过去侯友仪的一些做法 他个人还是有一些看法 没有办法接受 还有郭台铭选战总顾问 是他自称的啦 他是说昨天一提郭谢佩 郭谢佩 然后网上柯文哲就乖乖接郭董电话 这个我不分 没有接到讯息 谢谢你的意见跟斗内 好 就以上这两个 但重点在于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我现在电脑当掉 所以我没办法看到大家新的留言 还有翁苏哈 邱教授刚进来的时候 你的菲律九月初选 如果郭台铭 赵赵刚刚正想中加入 那不是分裂国民党吗 因为侯已经在了 不明白吗 我们结论好了 回到第一题 对 因为你七月二十三 国民党一定会正式提名侯友仪 所以其实我觉得 现在最好的安排就是 就是国民党确定 侯友仪代表国民党 然后民众党确定是柯文哲 另外还有一个 目前属无党级的郭台铭 所以这个时候 韩国瑜扮演的角色 其实最好的 韩国瑜其实心里也应该知道 最好的 不惹尘埃的 而且具有最大贡献的 就是做统呼 由韩国瑜做统呼 也就是整合这一个 非力大联盟 在野大联盟的整合工作 在平台上做整合 因为有了韩国瑜 我相信 如果郭台铭也愿意加入平台 柯文哲最后一定不得不加入 而柯文哲加入了 郭台铭加入了 再有韩国瑜的登高一呼 你认为朱立伦在倔强 金小刀在阴狠 国民党敢拒绝吗 而那个时候 侯友宜即使参与 所以我说为什么我好心 因为我讲的是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两个月 你金小刀不是能干吗 而且我提供你很多方向 可以打弊案 你好好的两个月之内 把侯友宜民调拉起来 让侯友宜在最后 在九月底十月初的民调 受到你侯友宜第一 也有可能啊 难道那么没出席 认为侯友宜一定输吗 谢谢拜拜